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历史,我是热心 哈利王子身为戴安娜王妃的小儿子 她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寻常的存在 可以在王室获得非比寻常的地位 这是母亲戴安娜曾经为了保护小儿子而做出的一系列表象 终究,英国王室还是偏向继承人威廉王子和他的妻子 这也引起了哈利王子从头至尾的叛逆 与梅根结合之后,哈利仿佛找到了叛逆的理由 她口口声声说为了保护妻子而战 可惜结果不理想 今日媒体拍摄到了哈利王子一个人骑车出行的照片 她穿得很灰暗,心情也很低落 哈利王子似乎没在家家族中讨得便宜 这是人间接着的事 她这一番落魄的样子啊,太怂了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记者还指着哈利王子没有戴安全帽 她的丑丑行为都受到了挑剔 的确哈利都37岁了 还这样做,已经没有人愿意站在这边了 她在英国的名气也急速下降 哈利王子在乎阿琪 但她似乎没有资格自带着儿子阿琪出来 她的家里梅根说了算 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与女王谈崩之后 他们发布了奥普拉访论的视频 揭露了在英国王室受到的各种委屈 一时激起千层乱 女王、林彤、其他王室高级成员 都对这个出唐的王子非常愤怒 温莎家族终于拿出了底牌 决定舍弃这对夫妻 但在家人的意义上 哈利王子还是女王的孙子 哈利这样闹出的她动静 最终只是为了向王室要权力 要地位和要财富 但查尔西王子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女王把哈利王子交给查尔西王子自己处理 不想维护这个没出现的孙子 这下哈利王子终于怂了 他激怒女王和威尔西亲王之后 林彤威尼王子也彻底惹怒了 再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 王室也不会再拿钱才供养这对寄生虫 克劳伦司公拿出了曾经的账单 剖析了梅根和哈利花的一笔笔开支 并决定停止转账 梅根的目的没有最终达成 哈利想在家族烙一大笔钱 来满足梅根马克尔的胃口 然后再哄梅根和他一起过私密的生活 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首先梅根就不是一个能静下来的人 他可不想做隐居的名人 他在王室里不停地搅浑水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名利 哈利王子把梅根想得过于单纯 但事实是相反的 他在小家庭里再也没有威望了 其次哈利王子有一些大男子主义 他总想给怀孕的梅根一些补偿 他认为梅根为他生孩子 简直是感天动地 事实上生育是两个人的事 女性在婚姻中并不应当承担弱势地位 梅根也不是那种小女人 她的女权思想从未中断过 生小阿琪和怀孝二胎都是梅根自愿的 这也为他带来的幸福 哈利王子可以心存感激 多为家庭做出贡献 但是不要一味地假感动 最后哈利在生在蜜罐里的英国王子 他哪见过梅根这番架势 他做出的行为都是被迫的 也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 一步步被梅根带入了如今的境地 哈利王子意识到自己没有满足 妻子梅根之后 他内心十分失落 可自己的娘家也不愿意再同情他了 这样里外不讨好 哈利王子也是尴尬 但这都是他自作自受 接下来是哈利梅根永远不会自由 专家 他们将用一生为这次专访承担后果 前英国王室成员哈利梅根 在接受奥普兰文弗瑞的专访后 告知身边好友 他们久违地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 因为他们的行为 意味着彻底和王室跨进了界限 不需要在在做任何事的时候 因王室产生焦虑 然而因为王室专家 打破了这对夫妇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直言这对夫妇可能永远都得不到 他们想象中的自由 根据数据统计 全球有近5000万人 收看了奥普拉对哈利梅根的访谈 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向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和英国王室发出指控 在节目播出初期 这对夫妇确实受到了 非常广泛的支持和同情 但很快质疑就超过了支持他们的声音 而王室专家作家丹尼拉·艾尔瑟 直言这对夫妇已经打开了 潘多拉魔盒 艾尔瑟女士声称 现在全世界可能都知道了 他们眼中真实的故事 但也这不会使他们得到所谓的自由 相反他们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人们已经开始因为他们的采访 以及对王室造成了影响 对他们发起质疑 而他们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里 一直承受类似的情况 可能部分人认为 这位专家的说法过于未言总听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哈利梅根的行为 相当于直接向英国王室整体发起了挑战 他们并不是以温和的建议 而是以最为直接的指控 对王室的整体形象造成了威胁 我们可以把这视为哈利梅根 掀起了一场与王室之间的战争 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 梅根哈利可能在采访录制结束后呢 已经做出各种应对王室反应的准备 如果女王开始回击他们 他们不但可以彻底与王室撇见关系 不需要再在未来因做出对于王室成为神损 存在争议的举动 受到指责 还可以为自己继续制造热度 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但是这对夫妇可能没有想到 他们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尽管王室内部人员已经证实 王室全体都气愤不已 但担任君主今69年的女王 却保持了最大程度的理智 他选择了将指控化为建议 并宽容地接受了 也许在短时间内 多数人会认为女王是因为理亏选择退让 但用不了多久 就会发现这场心理上的博弈 女王赢得彻彻底底 因为梅根哈利对抗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传统 最受尊重和欢迎的大家庭之一 在把可能造成的个恶力影响将到最低后 剩下的只需要交给时间就好 就像王水珍家们所分析的那样 哈利夫妇在这场战争中 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 女王和王室没有倒下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支持 他们质疑这对夫妇的声音 但就算另一种可能性急跌的情况出现 英国王室因为哈利梅根走向毁灭 这对夫妇也会因为亲手毁灭了 这个被上外界尊崇的大家庭永远悲伤骂名 特别是女王的亲孙子哈利王子 所以说埃尔谢夫人的观点并不夸张 尽管这对夫妇过去已经做出了很多的不理智的决定 让外界感到无奈甚至无语 但这次他们惹出的麻烦 绝非他们想象中那么简单